新城鄉大德部落5號上午舉行的部落聚會所開工祈福一事 新城鄉大德部落長年以來沒有聚會所可以使用 每次到了歲時祭儀及活動的時候都需要借用原民管錢的空地 或者是另外借用其他聚會所來辦理 而聚會所是原住民族重大節慶舉辦場地 也是族人生活休憩祭儀祭典 來凝聚部落精神促進文化傳承的重要空間 香港合理台在任內他是全力爭取建設各部落的優質活動場域 現在鄉公所勘察大德部落附近可施作部落聚會所的土地 在106年提报107年度永續發展造景計畫 原民會在107年8月核定規劃費 並且規劃在原民管盤廣場設置聚會所 但大德部落設計說明會的時候 認為該地離大德部落主要居民居住得太遠 希望公所能夠另辟規劃地點 現在合理台請聽主人聲音 重新勘察之後更換地點 並且在太平街以大德街372鄉入口附近 均勻旁的空地興建部落聚會所 都在內政委員會 所以我長期在內政委員會來負責審查預算 相關的這些花蓮的怎麼那麼少 新城的為什麼那麼少 要求要增加 就在內政委員會審查預算的時候 就做這樣的一個要求 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讓大家了解 所以我們要特別特別謝謝 從地方 從鄉鎮到頭目一直吹是對的 沒有吹的話 包彎 頭目要吹 家中菜要吹 我們的鄉公所的同學才會永遠的記得 繼續的來努力 只要在這裡用力的人都是對我們部落鄉親的權益 非常重視的我們的名義代表 各級的名義代表 這個我們都不能忽略他們的用力跟出力 我們的合理台和鄉長 若是沒有鄉長的一個自助的肯定的話 再多的經費也沒有辦法 這個叫做互相 我們都能購買的 我們都能購買的 現在鄉公所專員葛秋夫表示 鄉長合理台認識以來 克服高漲的銀建物價 讓各部落聚會所足以來動土也足以來完工 我們的聚會所一個一個的成立 一個一個的動工 我希望我們大家呢 除了感謝鄉長之外呢 也要感謝我們的兩位立委 鄭天才 陳穎 兩位立委 也要感謝我們的議員們 我們的三個原住民代表的議員 再加一個政府 三加一 還有我們的代表 感謝你們的好不好 鄉長合理台感謝 影秘會 已將把入委主委 縣長許正衛 立委陳穎 鄭天才 鮮嚴的協助 也感謝新城鄉民代表會全體代表的支持 兩格部落聚會所的興建 攜手打造鄉親主人優質的活動空間 大格部落好不好 記得金鴻翼 新城鄉步道